欢迎锁定1700整点新闻 来关心今天的本土 没有新增的确诊案例 但境外一路有实例 医师沈正南表示 打两剂AZ疫苗 已经无法抵抗Omicron变异株 说保护力几乎是等于零 直言打了也是白打 对此陈时中回应 全球主流意见尚未有认为 有疫苗对抗变异株的 保护力是零的情况 认为太过解读也不好 全世界在发表这些相关的言论 的专家很多 那大家都根据一些 被报告出来的一些研究 做自己一个个别的一个看法 但是总之我们可以看到 在全世界的一个主流的意见 还没有人认为说打疫苗 会把保护力降成 对上这种变异株变成零的 大家的共识都是会有所降低 那能够的话 及早打第三剂 可能会增加保护力 那另外就是说把个人的防护做好 我想有时候太过度的解读 那也不好 大家还是把自己的基本功做好